其实呢究竟是不是跟打疫苗有关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检验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 卫生署总共收到了31件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的受害救济案例 其中呢有8件已经完成了审议工作 卫生署表示确定跟心流感疫苗没有关系 不过呢由于打疫苗之后不良反应的案例陆续的出现 所以呢现在有医师出面要进行串联 筹足所谓的心流感疫苗不良反应的自救会 民众对心流感疫苗的担忧似乎随着接二连三传出的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越来越升温 在中部地区已经有医师出面 开始串联因为打心流感疫苗而出现不良反应的受害者 开始筹足之就会 卫生署的单位里面不是只有疾管局 它还有其他的单位 而这个单位应该是要站在另外一种角度上来去监督 所谓的这个业者生产的这个疫苗的安全性的问题 疫苗接种不良反应陆续传出 现在也出现心流感疫苗还打期 根据疾管局的统计 接种人次由上周单日的14万人降为10万人 全国的接种率目前也只有三成左右 不少家长担心 所以不让小朋友接种第二剂的疫苗 但感染科的医师表示 如果只打第一剂 最好的保护力也只有五成 九岁以下如果只打一剂呢 保护效果只有三到五成啊 所以你有七到五成是没有根本不产生抗体啦 第二个那抗体会降得很快 没有第二次再来追加一次呢 抗体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一开始往下掉了 掉到保护的浓度之下 黄立民表示如果打第一剂都没有问题 打第二剂就不容易产生不良的反应 而临床上接种第二剂疫苗 只有在接种部位局部红肿的情况下 可能会比第一剂来得厉害之外 其他像是发烧过敏等较明显的副作用 相对比第一剂来得少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